沈梦辰 沈梦辰自称杜海涛心中唯一 杜海涛的女神真是她吗 沈梦辰此前在综艺节目里大秀恩爱 对方要求沈梦辰马上说一句歉变的话时 他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 我真的是杜海涛心目中的唯一 哈哈哈哈这么大胆的沈梦辰 连队友都被你惊呆了好吗 杜海涛和沈梦辰的关系网友们 还是比较模糊的 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关系呢 因为杜海涛一直对同在快乐家族中的搭档 无心表露好感 于是有很多网友自 故自帝将他们俩捆绑成一对 不过两位当事人也几次三番地先后解释过 二人只是朋友 不是恋人 但是至于杜海涛的女神到底是谁 小编也不敢妄加猜测了周杰伦变胖了 好友刘庚红说他胖的 注意一点周杰伦与昆林婚后 至今已生了一男一女 酷子心切的他 不曾让小孩的正脸曝光 不过日前他与好友刘庚红聚会时 却多次乱入刘庚红女小孩的照片 更有眼间网友发现 周杰伦身影与平常似乎不大一样 27日刘庚红在脸书曝光多张照片 照片中好友周杰伦却意外乱入曝光 有网友还警觉周杰伦 似乎与平常不大一样 不知是否陪着昆林一起 吃月子餐 照片中的周杰伦有点胖 又流了胡渣 而刘庚红看了网友留言 急着出来哭着周杰伦说 说他胖的 注意一点 随后他又补了一句 有我在胖就会远离 而针对周董刘胡渣 刘庚红则意外透露 这是周董的伪装术 表示故意留胡子 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有胡子 比较不像他 感觉他会轻松许多阿三 魅恋百亿富二代 田善现在好开心 34岁蔡卓妍 阿三 规别前夫郑中西 2015年 又与陈伟婷分手 从此全新投入工作 感情空窗 不过今天香港一周刊报道 阿四背好友和超连 与马天又撮合 和麻将馆大王太子爷 石鹏从 Anternie 今年4月拍拖 而Anternie 也是歌手连世雅的旧爱 阿四经透过短讯回应 香港苹果称 现在好开心 多谢大家关心 其 他不讲这么多了 香港一周刊报道 阿三上周日被拍到两度上 Anternie 位于毕甲山的屋里过夜 阿三七人车只驶入大宅 之后才下车 报道指出 Anternie 与联施雅 2014年相恋 去年宣布分手 但12月秘密复合 今年2月再度分手 三年间分分合合 盛传是Anternie 觉得连施雅完心 崇才决定分开 不过连施雅一直想复合 知道阿三与Anternie在一起 也不放弃 但Anternie 母亲比较喜欢阿三 觉得阿三有本事赚钱 而不是他儿子的钱 周刊就指 阿四去过夜的是市值 3.3亿港币的大宅 石家今年3月才入手 由Anternie四兄弟姊妹持有 Anternie是香港钻石单身汉 为麻将大王石建辉后人 石建辉当年是 斯大探长吕乐身边的红人 除了开麻将馆 还有不少物业 估计是值逾百亿港币 芯片Rail 负评多 金秀贤适应会上落泪 适应会宣传 他向在场粉丝这些 并说电影可能让部分的人觉得不亲切 与影迷想象的内容不同 但我等了很久也非常紧张 所以 后忍不住 港与影迷市内 心里有不少压力 同时看到台下的工作人员 为他们感到辛苦 其实Rail 在开拍期间遇到不少问题 包括近海令影响内地投资者 延后上映日期 换导演等 令片中演员承受压力 阿三命练百亿富二代 田善现在好开心 34岁蔡卓妍 阿三 规别前夫郑中西 2015年 又与陈伟廷分手 从此全新投入工作 感情空窗 不过今天香港一周刊报道 阿四背好友和超连与马天又撮合 和麻将管大王太子爷石横从 Anternie 今年4月拍拖 而Anternie也是歌手连诗牙的旧爱 阿四经透过短讯回应香港苹果称 现在好开心 多谢大家关心 其 他不讲这么多了 香港一周刊报道 阿三上周日被拍到两度上 Anternie位于毕甲山的屋里过夜 阿三七人车只驶入大宅 之后才下车 报道指出 Anternie与连诗牙2014年相恋 去年宣布分手 但12月秘密复合 今年2月再度分手 三年间分分合合 盛传是Anternie觉得连诗牙完心 从才决定分开 不过连诗牙一直想复合 知道阿三与Anternie在一起 也不放弃 但Anternie母亲比较喜欢阿三 觉得阿三有本事赚钱 而不是贪儿子的钱 周刊就指 阿四去过夜的市市值 3.3亿港币的大宅 石家今年3月才入手 由Anternie四兄弟姊妹持有 Anternie是香港钻石单身汉 为麻将大王石建辉后人 石建辉当年是四大探长 屡乐身边的红人 除了开麻将馆 还有不少物业 估计是值余百亿港币 芯片Rail 负贫多 金秀贤试影会上落泪 韩星金秀贤主演的芯片Rail 一人分尸两脚 更突破尺度权落上阵 日前试影会结束后 韩国的网络上大堆负评 有网民表示故事内容很糟 除了金秀贤 其他都是缺点 金秀贤与一众演员 昨日再到试影会宣传 他向在场粉丝致谢 并说 电影可能让部分的人 觉得不亲切 与影迷想象的内容不同 但我等了很久 也非常紧张 所以 后忍不住 港业级事类 心里有不少压力 同时看到台下的工作人员 为他们感到辛苦 其实Rail 在开拍期间 遇到不少问题 包括俊涵令影响内地投资者 延后向映日期 换导演等 令片中演员承受压力